俗哥说电影帮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僵尸片《僵尸叔叔》 影片一开场 武大师带着宝贝徒弟立真回到了自己的董事 武大师挑着水桶到河边打水 看到邻居陈道长的徒弟阿乐正在捉鱼 这位阿乐年轻力壮一身的肌肉 一看就是个炼家了 武大师调戏了阿乐一会儿之后 两个人挑了水回架 阿乐来到武大师家 刚开始他以为立真是个男的 上去就是一熊猫 这热豆腐吃得太肆无忌惮 把离真气得是花子乱颤 武大师说这小丫头骗子气形大 你假装让我揍一对让他消消气 不过这戏演到一半就露了钱 要说这武大师的手可真够黑 把阿乐揍的是满地着牙 陈道长是个多才多艺的单身老男人 什么降妖扶摸送盒饭 招魂驱鬼电击汗就没有他不会干 这哥们在赶尸的过程中 突然遭遇了一个千年的狐狸精 要说这陈道长是真有两下的 一把陶木剑舞的是风雨不透 把狐狸精可揍得不轻 狐狸精一看来硬得不行 于是便开始使用美人机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陈道长根本不搭这样看 我估计不是陈道长清心寡欲 主要是狐狸精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陈道长赶尸这一路是磕磕绊绊 大坑套小坑可把这哥们列得不轻 第二天一早 陈道长灰头土脸的回到家 发现阿乐正在睡大觉 这下可把他给气坏了 本来他想教训教训阿乐 可没成想弄巧成锅 反倒被僵尸把自己给揍了一段 陈道长虽然和武大师是邻居 可这二位由于不是一个门派的 因此谁都不服谁 两人只要是一见面 非得往私里掐 不折腾个鸡飞狗跳 根本就停不住 得知陈道长回来了 武大师带着力真过来传门 果不其然啊 这二位一坐下来就开始较劲了 尤其是这个陈道长 每次都是他主动挑事 武大师修炼多年 当然也是不服气 这证实相爱相杀好基友 就像左手和右手 见面谁都不服谁 最后全被军成狗 这武大师是个勤奋的人 一大早天不亮就开始做功课 叮领光当地敲啊 可把陈道长给气坏 陈道长抱着钱匣子来到武大师家 说你开个价吧 我要把你的房子买下来 省得你整天搅和得我睡不好觉 武大师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打算在这念一辈子的经呢 一直到我原集的那天 陈道长一听当时就崩溃了 为了收拾武大师 陈道长利用力真给武大师做的公仔 扎了个草扇 然后利用法术把武大师给控制 接下来是武大师的表演时间 这哥们又是跳舞又是弹琴 初进了洋相 最后利真用一头大算 把陈道长的法术一破 这武大师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当他发现这一切是陈道长搞的鬼之后 这哥们也开始做法 要说武大师用的招可比陈道长损得多啊 如果不是陈道长扶转 估计都被发射升空变成卫星了 转过天 陈道长的师弟千鹤道长 压着一口棺材 途经陈道长和武大师的家门口 后面的轿子上 还坐着一个叫七十一郎的小孩 咱也不知道这七十一郎是干什么的 也不敢问呐 陈道长说这里边什么玩意儿啊 千鹤道长说是僵尸啊 陈道长说他为啥不烧掉啊 千鹤道长说这僵尸是边疆的皇族啊 不能烧啊 我们要尽快运回京城 等候皇帝的发落 这个时候武大师出了个馊主意 武大师说你怎么不把帐篷拆掉啊 这样可以让他多吸收点阳光 减少一些尸体 千鹤道长一听 对啊这馊主意不错 于是便命人把帐篷给拆了 老娘炮说拆帐篷干嘛啊 千鹤道长说僵尸的阴气中 多晒晒太阳可以抹盖 到了晚上 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 很快就下起了大雨 这一下雨不要紧 缠在棺材上的墨斗线开始掉色了 千鹤道长命人刚准备 把棺材推进帐篷里 僵尸叔叔突然就窜了出来 是见人就咬 咬完还不好 充满了自信 千鹤道长在和僵尸叔叔 肉搏战的时候 不幸被抓上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千鹤道长吃到一代便降时 要说这位僵尸叔叔 不仅面具枯杀 而且还一身的金钟绕铁股杀 都枪不住 我谁也护不住 眼瞅着七十一篮和老娘炮要倒霉 千鹤道长奋不顾身的扑了过去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为皇子和老娘炮 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老娘炮和皇子 顾头不顾定的跑到了 武大师的家门口 武大师撕开皇子的衣服 一看吓了一跳 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老娘炮说 僵尸跑出来了 人基本上全死光了 陈道长说 那我师弟呢 老娘炮说 你师弟被僵尸咬漏气了 估计这会儿已经嗝的屁了 随后 陈道长和武大师 一前一后来到了案发现场 陈道长走进帐篷一看 发现千鹤道长脸色苍白 眼瞅着就要变异 千鹤道长说 师兄你赶快弄死我 你不弄死我 一会儿我就有可能弄死你 那陈道长哪下了举手 千鹤道长一看 只好自己让自己领了好汉 三个已经变异的士兵 很快就摸到了武大师的家门口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这场战斗打情骂俏 完全就是在开玩笑 也可以说是钱家乐的个人秀 三个僵尸和阿乐 一静一动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而与此同时 老娘炮也变成了僵尸了 哎呀 没想到袁华这种钢铁直男 也有阴柔的一面 这老娘炮让他演的是唯妙唯笑 甭提有多恶心了 经过一通吓胡闹 陈道长和武大师即时感到 七里咔嚓 把包括老娘炮在内的几个僵尸全给插 八十年代香港喜剧片的套路 基本上都是这样 装疯卖傻嘻嘻哈哈 撒泼打滚稀里哗啦 与其说是喜剧 不如和是闹剧更准确 到了后半夜 大boss僵尸叔叔闪亮登场 哎呀 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这哥们到哪瞎悬梦去了 大反派的气场就是不一样 一上来就让人不寒而立 不说别 光刀枪不入这一个绝活 就顾着二位大师喝一口 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现在咱们常说的 抗击大能力强 武大师和陈道长 只说吃奶的劲 也没能拿僵尸叔叔怎么地 要说还是啊乐器里 把麦芽糖铺在了地板上 僵尸走路全靠蹦了 可一沾上麦芽糖 再想蹦可就蹦不起来了 要说这僵尸叔叔叔真不含糊 陈道长的大宝剑都被他给争断了 陈道长一看急忙去请祖师爷 哎呀 我估计祖师爷是没空了 把祖师奶奶给派来 影片的最后 立真把辣椒面 胡椒面 花椒面 十三香这些毒药 往僵尸叔叔嘴里道 这位大反派算是彻底叫了还票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此去惊年万时空 往事一切都随风 昔日辉煌已逝 为再也不见林正英了